而另外去年0918地震玉璃镇大雨地区农水路受损破坏 排灌效率低 这次海溃台风大雨造成了农田淹水影响二期稻住的生长 农业部长陈吉仲 令委布坤奇以及华林县长许正位也特别到场看灾 并表示除了水稻相关补助 接触的灌牌农水路预计10月份就可以开始动工整治 来到大雨地区农田视察的农业部长陈吉仲 走在去年0918遭强政劣的农路上 农民与预袭地区农会总監事蔡宗翰也同身反应 正坏的田区 在这一次海溃台风来袭排水布粮造成农田淹水 一起到座央苗也泡堂灾情 因为它那个水根本就排不出 因为上面高起来的 因为现在已经发病了 玉里镇大雨地区不仅只是农水路的问题 T外锈固卵溪河床升高 让溪测6条取大排水无法宣泄而倒流到农田里 影响农耕作物 立委布坤奇与县长许正位特别带领部长陈吉仲 现刊讨论解决 把所有的相关这些所有编坡野息的部分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整治 我们也希望农业部在编列年度预算的时候 能够尽量考量这些农路的全国的这些农路的整体的这些修整 尤其东台湾每一次遇到风灾雨灾的时候 我们就是首当其农 实际道场摊查同时听取农民心声 农业部长陈吉仲表示 除了水道相关补助 大雨地区基础灌牌农水路 农水署华馆处预计将会在10月份就开始动工整治 针对水道的部分我们会用最快的方式 包括水道的收入保险等来处理 但是最基础的工程 就是把大雨地区的这些所有因为地震凹凸不平 然后高低起伍的这些灌牌呢 在下个月那全力的来动工 确保所有的农民在下市的雨量的时候 不会有淹水的清新 而至于驱排排水的问题 立委副亏其农业部长陈吉仲也达成共识 将跨部会共同研议 彻底整治治山防洪 而在整个大雨农水路整治改善期间 恐会影响农耕作业的进行 农民担忧也因此陈琴建议 能专案补助降低农民损失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